最近弹幕上面有很多人都在问你的口红色号剧里面的 你要不要今天给大家解答一下 不要 启了 别说 现在有很多人对你的口红色号特别有兴趣 尤其是苏坦二的日常 一个是苏坦二大婚的当日 还有一个是醉酒花环那场戏 觉得口红颜色特别美 想知道宋老师平常用的是哪三支口红呢 正常生活妆的话不用两个叠涂的话 因为我嘴唇比较薄一点 比较喜欢圆润一点的嘴唇 所以我一般喜欢厚涂 先涂这个颜色 这是有一点偏紫吗 这个是 也不是粉紫吧 在手上试一下 粉紫 我以后在嘴上也试一下 这种 但是上色的话就不像这个上面的这么紫了 然后我是先涂这一层 然后在上面会加一层 这个就有一点比较明显的会亮一点 有点橘 有点橘加南瓜的感觉 这两种颜色是我苏坦二在江宁的日常妆那个感觉 开始试这个颜色 其实类似这个色号就可以 也不一定是要是这个唇油 这款唇油的话 我觉得它上色很持久 而且涂色久了的话就感觉嘴上也是这个颜色了 涂色不太好 然后上这个橘 其实单涂也很好 但单涂这个颜色我觉得会显得很温柔 再加一点这个的话我觉得会更亮一点 第二层的话就不要涂得那么多 这个是基础比较柔和的一款 然后我会觉得很温柔一点 还挺显气的 然后就说第二个了 大欢其实我用的是这个很深色的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其实差不多 但是这个感觉更深一点 然后这个感觉要更嫩一点 对 下面是哑光 下面是更润的 其实也不是很哑光 是感觉一个润一个更润 你们猜猜有哪一个打底 是不是上面就润的打底 就是这个更哑光一点 对 是的 回答正确 好啦 其实这个口红也有点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涂太厚 因为它涂多会显老 如果只涂第一层 刚刚那个发紫的那个红的话 它就是会显得有一点老气 不像一个少女结婚的时候一样 但是如果纸涂 这个第一层的红呢 这感觉有点压不住 所以就叠涂了是吧 是的 选择比较有 就有水嫩感 然后也有那种稳重感 欢喜酒妆 其实欢喜酒妆就是这两个的基础上 会加了一点点别的颜色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喝酒 其实人在喝完酒之后嘴唇会发红 所以我当时是在嘴上加了一点点红色 就除了这两个颜色以外 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发橘的红 这样可以跟就是第二层的这个橘 和在一起 和在一起 和大家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第一层 然后 这是第二层 然后在这两个基础上 加了一点点这个发橘的 稍微晕开之后大家会发现很好看 我觉得是可以和在一起颜色 因为最久之后会有点红色少女的 那种小激动小兴奋的感觉 喝了苦苦酒吗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大家看一次 一起试啊 就是 那个初吻妆 其实初吻妆 打底也是这两个 就是日常生活 就好像我们正常出街就是 画像这样出街 但是比如说小激动了一下 或者小开心了一下 或者怎么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 所以呢 我就会在这两个的基础上 加了这个颜色 有点红 因为初吻嘛 也想让它有一些少女的那种激动感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 很有爱情的感觉 这个也是薄涂一层的方法 它很红哦 所以要少涂 醉酒 初吻 那我给大家试一个 初吻妆吗 这个感觉简单一点 那场戏就是因为加了这个颜色 所以它跟它两个不是很融合 所以它掉色 难怪 初吻啊 还是说应该太 应该太火 刺激 刺激的那种 悸动 但是又觉得如果没有红 就好像显得有点 不够那种心脏跳动的感觉 就这个比较艳丽一点的红 内心小鹿乱撞的感觉 但是关于不太多 突然之后就老了 就不是小鹿 可以这样按 它比前两层的话又多了一点 樱桃那种红嫩感 来 这么好看的颜色 苏老板你给它起个名字吧 其他的色 其他的色 其他的分子 其他的分子 五五色号 一口闷 一口酥 酥酥坦二的酥好了 一口酥 也可以 其他色号名字我也想好了 分别是两口酥 三口酥 五口酥 这是我们苏式口红铺 欢迎光临四一挑选 有什么可以帮您 拜拜 拜拜